京中贵女艳线太子爱我如命 孤身跳崖 只为救我脱险 安玛劳顿 只为庆我生辰 接到赐婚圣旨时 她更是激动得双眼泛泪 不曾想 大婚之夜 她亲手将我剖腹弯心 为外侍女做药引 她说此生 只娶她一人 再次醒来 我重申回大婚前 那外侍女耀武扬威 我与太子真心相爱 姐姐自觉退出吧 我一把将她摁入池中 脑子不好 就多洗洗 我死在大婚当夜 由我的夫君 太子培渝亲自动手 滚烫的鲜血喷洒而出 落在她惨白的面庞上 像无边的玫瑰 在哀哀风雪中盛开 我痛得叫不出声 死死攥紧她的手腕 头去不解的目光 我们青梅竹马 感情甚好 右手我跌落山崖 为救我 培渝毫不犹豫纵身跃下 右侧脸颊被历时划破 至今还留着到浅浅的疤 世人接到我是她捧在手心的珍宝 接到赐婚圣旨那日 培渝激动不已 手抖如筛糠 绵绵 我终于等到了 那双桃花眼微微泛红 一如此刻 绵绵 别怪我 培渝声音发颤 似有万般委屈 可明明是她痛下杀手 故意发誓 此生直取锦绣一人 而她身中剧毒 只有以你心头血做药引才可解 锦绣 那个连生父是谁都不值得野种 程锦绣 我错愕地发不出声 万千话语最终画作 振振吃笑 猛地朝她脸上脆口血 培渝你不怕我爹报复吗 培渝无奈地闭上眼 丞相已经同意 都是她女儿 谁当太子妃不一样 这话犹如惊雷 震得我耳盼空明 往日种种困惑 顿时清晰起来 原来那处处 与我作对的程锦绣 竟是我爹的种 屋外传来程锦绣的催促声 培渝不再犹豫 手腕翻转 寒凉刺骨的匕首 寸寸深入 弯心之痛传来 我疼得失去知觉 意识消散前的最后一幕 是那抹娇俏的身影 扑露她怀中 培渝举着满是血污的双手 生怕玷污她洁白的裙摆 她说 脏 被冻穿胸腔的顿痛传来 我不由尖叫出声 一时间 无数目光落在身上 小姐 可是梦眼了 听见丫鬟小翠询问 我愣愣回神 环顾四周 春光明媚 花红绿柳 京城中各大世家公子小姐 正三三两两聚在一旁 欣赏着繁花园内的 叉子烟红 像极了我出嫁前 皇后办的那场赏花宴 莫非先前种种 只是一场梦 可不得梦一眼吗 耳畔传来窃笑声 昨日太子称忙缺席她生辰宴 却被撞见 陪一女子上山祈福 这太子妃 怕是要换人咯 相辅敌女如何 女学第一又如何 不过是个管不住男人的废物 话音刚落 周围响起振振吃笑 我知道 昔日我被是做 京中贵女典范 成为不少人嫉妒的对象 可碍于我的家世 以及未来太子妃的身份 他们不敢指手画脚 如今 见我被太子落下面子 心中十分畅快呢 丫鬟小翠气得跺脚 挽起袖子 就要上前争论 却被我制止 她不知 这些话 我早在那梦中听过 如今再闻 我不仅没有半分脑溢 甚至还隐隐有些兴奋 一个大胆的猜测 在脑海闪过 我重生了 如今一切皆有转机 我攥紧拳头 稳住心神 目光越过人群 落在湖畔春柳旁 那抹若柳浮风的身影上 程锦绣像受惊的兔子般 哆哆嗦嗦走上前 都是我不好 那日我病了 裴玉哥哥关心则乱 不小心忘记姐姐生辰 要怪就怪我吧 说着 扑通一声跪下 那双漂亮的杏眼 蓄满泪水 真是我见有脸 上一世 我正是被她这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欺骗 忽略了那抹一闪而过的得意 我虽不起她 但作为相辅嫡女 在众人面前 总是要顾及几分体面 况且 裴玉是储君 未来还会有三宫六院 我心中对此早已做足准备 因此 见程锦绣服软 我便轻轻接过 可如今吗 我突然来了些兴致 既然她要演 那就让她演个尽兴 看她能装到几时 程锦绣摆出一副 磕头谢罪的姿态 却迟迟没有动作 我掐下娇嫩的梨花 揉碎泡入茶中 看我坐肾 这就是你道歉的诚意 四没想到 我会冷眼旁观 程锦绣顿住 连眼尾那颗晶莹的泪珠 都忘记滴下 她死死咬住下唇 手中的锦帕快要搅烂 终于很下心 重重扣手 砰 砰 砰 没几下 她细腻的额头便流出血来 不少世家公子 纷纷为她打抱不平 堂堂相辅嫡女 竟如此善度 自己管不住太子的心 便拿锦绣姑娘出气 活该被太子咽气 我没有反驳 只冷眼扫过说话的几人 来日方长 谁都跑不掉 就在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 程锦绣瞬间亮起眉眼 裴鱼一身太子长服 慌张冲到程锦绣身边 只是那手才伸到一半 又立刻收回 我不由轻挑眉头 看来 二人的关系还见不得光 也是 以程锦绣的身份 当个太子侍妾都算抬举 想要成为太子妃 那还得等着我扑路呢 程锦绣长节颤抖 泪珠断线般坠落 一下下敲在裴鱼心口 她沉着脸 声音森冷 放心 孤定会还你公道 公道 我不由耻笑一声 她的心都快骗到姥姥家了好吗 绵绵 一个生辰而已 有必要闹成这样 这就是程相府的家教 她声音很轻 却将我的心强 积得溃烂坍塌 还记得两年前 裴鱼赶上我生辰 明明在南方忙着抗洪救灾 连觉都睡不够 却在忙完后的第一时间 翻山越岭 赶上最后一刻 她静止摔进我院里 那夜月光如水 裴鱼举起精心准备的生辰礼 红唇清沟 绵绵 生辰快乐 往后你的每个生辰 我都会为你庆祝 那一刻 我想 纵使未来是刀山火海 我也会陪她一同前行 可如今 她想护的是别人 见我淡然品茶 裴鱼怒喝 成绵绵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如今 你仗势欺人 孤不护你 立刻给锦绣姑娘道歉 手中茶盏一顿 我按捺住心中酸涩 俯身致歉 而一旁的成锦绣 装模作样地替我求情 闻言 陪于目光柔和下来 锦绣姑娘善良 姑暂且绕过你 姑还要向皇后请安 你以后好自为之 成锦绣端着腹大动模样 上前将我扶起 俯身贴耳 轻声赤笑 我与太子真心相爱 姐姐自觉退出吧 她没眼轻飘 仿佛已将我狠狠踩在脚下 我迎上这挑衅的目光 男人一时的新鲜罢了 她若真心喜欢你 为什么不把太子妃的身份给你 还不是嫌弃 你是见不得光的一种 你 成锦绣被我戳到痛处 张牙舞爪向我扑来 我闪身躲过 啪的就是一掌 突然的动作 令众人来不及反应 成锦绣捂着红肿的脸 难以置信地瞪我 你敢打我 我要让裴鱼哥哥收拾你 话音未落 我又落下几掌 裴鱼哥哥 你是什么身份 竟敢如此称呼他 藐视皇室的罪责 你担得起 四下皆是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 踩几下 他两边脸颊 隐隐浸出些血丝 成锦绣怒目圆瞪 就要大声呼救 我绣眉拧紧 钻住成锦绣的后领 脑子不好 就多洗洗 说着 我将他按入池中 任凭他怎么叫骂挣扎 都不松手 眼看着水中的泡泡越来越少 众人涌上来 成大小姐 得饶人处且饶人啊 再弄下去 会出人命的 别为了一个下简野种 赔进去自己一生啊 我置若罔闻 只默默加大 手上力度 众人箭劝不动我 正焦急万分 突然一只大手探来 天地颠倒 我被重重推倒在地 我摔得浑身发麻 靠小翠搀扶 才勉强起身 引入眼帘的 是陪于将成锦绣 紧拥入怀的场景 他脱下披风 包住他湿透的身子 漂亮的桃花眼里 是浓得划不开的恨意 来人 将这杜妇拿下 我无力地靠着小翠 虽已知晓他变心 但亲眼见他拥着别人 听见他的指责 我还是心头一紧 左侧脸颊那道伤疤 像面目丑陋的妖怪 在嘲笑我傻 错把鱼目当珍珠 脑中有根弦趴得断了 我忍不住笑得颤抖 有几分风魔 我就是这么小心眼 陪于 有本事就退婚啊 陪于面色阴沉 咬牙道 威胁姑 你以为解除婚约 还有人敢娶你 成绵面 今日的事只要你道歉 我已从腰间拽下订婚玉佩 丢进湖中 陪于 大庭广众之下 你与别的女子搂搂抱抱 将我置于何处 将皇家掩面置于何处 我就算是当姑子都不嫁你 陪于气急 一把掐住我脖子 你敢 他用了十足的力气 掐了我喘不上气 眼看就要窒息 一柄长剑劈来 向姑娘动手 你不嫌害臊 清语般的男音响起 我瞥了来人一眼 竟然是他 三皇子裴景瑞 不动声色地挡在我身前 笑得风流 古恩 这是姑的家事 陪于眉头紧缩 手已摸上腰间佩剑 平日里 他与裴景瑞最是不对付 眼看现场气氛一触即发 何是这么热闹 一道威严的女声响起 皇后缓缓行至眼前 他瞥了眼 裹着披风瑟瑟发抖的成锦绣 眸中露出极抹咽气 他与我娘亲是金兰姐妹 从小便将我视如己出 不忍我受一点委屈 他静止穿过人群 牵起我的手 绵绵 赐婚可是圣意 不可儿戏 他若是欺负你 我替你出气 可别做出抗旨的糊涂事 我轻轻扣手 顺水推舟 谢皇后娘娘指点 既然圣意难违 作为未来太子妃 我有权决定她的去留吧 见她点头 成锦绣才意识到大祸临头 连忙趴跪在地 我与裴余哥哥真心相爱 还求姐姐成全 我捏紧茶盏 语气冷淡 即是真心相爱 想必也不计较地位 少爷糊的杂役吧 话音一落 成锦绣仿佛天塌了般 摔坐在地 裴余想要开口求情 却被皇后掩刀子压了回去 空气里 只回荡着裴景瑞一人的爽朗笑声 回到府中时 我爹已等候多时 跪下 竟敢冲撞太子 你是活腻了 还是嫌你爹我师徒太顺 他不分青红皂白 压着我跪自堂 从小到大 他总叫我忍耐 为了家族未来 哪怕是要我死 他眼都不会眨一下 从前 我以为他是有大局观的人 可直到上一世死前 我才知道 这不过是爱与不爱的区别 用我的命 换白月光女儿 摇身变作太子妃的未来 直 我抬头直视她 不卑不亢 女儿何错之有 身为太子 当众羽翼身份不明女子 搂搂抱抱 成何体统 你 他气得语色 提起墙角的藤条 就往我身上招呼 破空声传来 我仰手夺过 女儿无措 不应受法 鲜血从手心低落 我爹没有片刻怜悯 迅速抽出藤条 当初就该让你随 那短命女一起埋了 我知她在等我求饶 但我绝不低头 我爹气得吹胡子瞪眼 摔门离去 我挺直背脊 一连跪到夜深 直到失去知觉 晕倒在地 恍惚之间 听见嘎吱一声 祠堂窗户开了 一道黑影出现 轻轻拖住我的肩 我揉揉眼 便看到裴景瑞 那双漂亮的狐狸眼 你怎么在这里 我立刻弹起身 低头剪柴衣襟 放心 没有碰你 他神色轻挑 语气浅全 我才不趁人之危 他眯眼瞧我 眼尾那颗红质 妖眼似火 让人心神一乱 他是众皇子中 最酷爱游山玩水 最不着调的那个 虽然我们又是一同玩耍 但裴雨总对他有戒心 多年来都不许我和他接触 如今我见到他 还是下意识想躲开 则 裴景瑞轻斥一声 往我怀里塞了份油纸包 就闪身引入黑夜 许久 确认他已走 我才打开 是我最爱吃的 城东那家桂花糕 我被提前放出祠堂 因着前世今生 太多事情轮番冲击 我一下病倒了 烧得厉害 直到那熟悉的男生传来 温柔浅犬 落入我耳中 却像催命的利刃 我猛然惊醒 抬眼见裴雨递过来 挽黑乎乎的药汁 心头一紧 我失控地拍开药碗 啪 此碗碎得四分五裂 屋内仆从嫩 吓得福贵在地 大气都不敢出 放肆 爹爹冷声呵斥 成绵绵 你疯了吗 太子殿下一片真心 你都敢糟蹋 是啊 这是未来储君 受万民敬仰的太子殿下 他递来的即便是毒药 我又有什么资格拒绝 我看着平日里 总端着严父做派的爹爹 不有想效 他需要一个女儿 成为太子妃 成为未来母仪天下的皇后 对我这么多年的苦心培养 只为给程锦绣做嫁衣 至于我愿不愿意 至于我的死活 他都不在意 不妨 裴鱼仔细擦拭手上的药字 绵绵还在生我气 昨日这么多人 姑必须要公正 只能让你受委屈了 他伸出手 想为我叹额温 我不着痕迹地躲开 太子殿下 男女有别 还请自重 此言一出 众人皆是震惊不已 裴鱼被落下面子 语气不善 成绵绵 姑耐心有限 你闹这一出 究竟想干什么 整个屋里静得落真可闻 半晌 我冷冷道 我要退婚 什么 裴鱼从牙缝挤出具 绝无可能 遂甩袖离去 我爹怒斥我愚蠢 将我禁足在府中 直至大婚日 夜里 我仍高烧不退 有双冰凉如玉的手 搭上滚烫的额头 我一把拽住 夜闯女子归房 可不是什么君子行为 被当场抓包的裴景瑞 笑得满不在意 眼尾那颗小智 越发耀眼 他端坐在床侧 手指搅着我的发尾 语气散漫 真想退婚 怎爹 我没好气到 三皇子吃瓜 都等不到天亮 裴景瑞眯着眼条笑 能看皇兄的笑话 自然积极 我可以帮你 不过 我竖起耳朵就听到剧 你得嫁给我 我惊得连连咳嗽 动静惊醒小翠 他在门口焦急询问 我连忙撑起身子 将裴景瑞往窗外推 他手扣窗檐 笑得坦荡 你我联手 如何 防索被打开的声音传来 裴景瑞仍旧没有半点离开的意思 直到我点头答应 他才满意 临走前 往我嘴里塞了颗药丸 冰凉的指尖 轻轻擦过我的唇 我警惕道 什么东西 迷药 吃了就会爱上本皇子 他挑眉挑笑 耳间却染了薄红 在我狐疑的目光下 那抹红很快便蔓延到脸颊 裴景瑞落荒而逃 只丢下去 粘绵 我一定不会让你输 确认他走后 我将药丸吐出 包裹在金帕中 次日交给府衣查看 才知是上好的补药 看来裴景瑞是真心想和我联手 一夜之间 许多事情都变了 坊间关于我还未过门 便失宠的传言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太子变心 与那不知耻的外侍女 无眉苟合 丢进皇室脸面 这时闹得厉害 陛下震怒 想将程锦绣处死 可陪于常规御书房前求情 触怒龙颜 被禁足东宫 此时正值边疆动荡 朝中无人可用 数万流民涌入京都 一时间人心惶惶 陛下愁眉不展 急召朝中重臣密谈 我爹立刻献上妙计 作为赏赐 他不仅保下程锦绣 还将其认为义女 以正妻之礼 嫁入东宫 我刚撑起身子走出房门 就见到我爹 将程锦绣母女接回府中 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见到我 我爹迅速将他二人护在怀中 那模样 仿佛天塌下来 他都能为他们撑起 我心里泛起密密麻麻的痛 不由冷笑 爹爹 我娘亲离世不到三年 你在外的女儿已经这么大了 这是要传出去 你才是人会不会笑你薄情寡义 他年轻时是个穷酸学子 但颇有学识 又生得好样貌 被我娘亲看上 他既于我娘的家事 又不忍放弃青梅 便花着我家的钱 偷偷养着外事 想着其人之福 听见我阴阳怪气 他眉头紧缩 怎么和你爹说话的 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讥讽道 程锦绣连忙为他拍背顺气 爹爹 姐姐只是一时难以接受 你别怨他 谁是你姐姐 三年前 若不是他从中作梗 娘亲又怎会因一场小小的风寒 变害了性命 我快不上前 拔掉他发际上流光溢彩的朱钗 野种就是野种 配不得如此珍贵的首饰 他面上有一闪而过的怨恨 见我爹没有开口 又很快恢复乖巧姿态 小姐教训的是 我无视三人怨恨的目光 带着家仆去街边搭棚诗周 见前方人头攒动 是裴景锐 他一身台甲 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方 气宇喧昂 百姓们自觉让道 纷纷祈祷他得胜归来 似有所感应 裴景锐越过人群看过来 目光交汇时 他嘴角勾起漂亮的弧度 令我心跳乱了鸡拍 绵绵 带我归来 定向父皇求娶你 文言 人群里的欢呼声如雷震耳 我羞红了脸 直骂他浪荡 朝着马屁股支出石子 马儿吃痛 带着人飞快跑走 风里 传来他那不羁的笑声 各位父老乡亲 还请在我不在的时候 多帮我照看黄飞 别让有心人横插一脚 我不敢看旁人笑盈盈的目光 只低着头成舟 不想静听见一声怒斥 成绵绵 这就是你执意退婚的原因 裴鱼身着月白色锦袍 站在衣着寒酸的流民堆里 很是扎眼 有幼童好奇地往他身上凑 被护卫恶狠狠推倒在地 磕破膝盖 血流不止 我连忙掏出随身带的伤药 为他处理伤口 跟姑回去 手被裴鱼强硬地拽住我衣袖 我摇摇头 既然太子妃已有他人 你与我还有什么可谈 我还有事要忙 恕不奉陪 裴鱼目光灼灼 我可以循你平期的地位 见我不理会 又气急败坏道 这些流民有什么好在意的 你心里只能有我一人 许师不解气 裴鱼抬腿踹翻大锅 雪白的周青涌而出 鸡肠鹿鹿的流民立刻扑上来 顾不上趟 直接用手从地上捧起餐泥的粥 狼吞虎咽 而始奏俑者 裴鱼不以为意 甚至不住地醋眉 险恶流民肮脏低减 我心中酸涩 不曾想 多年真心尽错付如此冷心之人 我拔出金簪 割破袖口 裴鱼 从今往后 我们行同陌路 我与裴鱼相识是七载 他知我性子倔 认定的理 绝不会轻易更改 可他不肯放过我 不仅求皇上 不要收回于我的赐婚圣旨 还将大婚日 提前到次院 听说是陈锦秀提议的 我听到消息时 气得将毛笔摔在桌案上 既然陈锦秀攀高知的目的已达到 为何还要拖我入水 小姐 陈绵绵柔声换道 他笑咪咪捡起毛笔 站在一旁帮我磨磨 鲜长的手 抚摸在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我这孩来得巧 与那地星一同出现 以后要带来太平盛世的 陛下很是重视 你说这孩子 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陛下会如何处罚你 正说着 他松开手朝后倒去 那一瞬间 无数种死法在我脑海中闪过 我连忙抱住他摔在地上 手背划开到长长的口子 血流如注 陈锦秀挑衅地打量我 手指轻轻拂过我面颊 姐姐呀 乖乖跟我去东宫 不然这样的威胁多的是 陈锦瑞留下的暗叹发来消息 原来陈锦秀为故宠 对陈鱼下药 那药有毒 伤了身子 若不及时解毒 这一胎很难保住 他可是靠着这个地星将士的孩子 才有如今的荣华 又怎会轻言放弃 陈锦秀四处求医 也不知从哪里听来 用血亲的心头肉 做药引 可解百毒 思来想去 竟将算盘打到我身上 而我 又怎会让他如意呢 瞧着婚期一天天逼近 我命人将赏花宴上出头的几人割舌后 乖巧地入宫 给皇后请安 并送他亲手制的安神香囊 此物无害 可正好与陈锦秀所下制度相克 皇后自觉有愧于我 又怕他恃宠而骄 欺负到我头上 于是每日都唤他去立规矩 不过短短一周 便传来陈锦秀太像不稳的消息 与此同时 裴景瑞在边境大沙四方 迅速平定叛乱 我令说书先生 大肆宣扬他的英勇事迹 他在京中名声渐显 不少大臣都有意向他示好 可就在皇上命他即日返城时 裴景瑞没了消息 坊间传言他反了 皇上气得卧床不起 身子一日差过一日 裴于自是在旁四集 他是皇上最疼爱的皇子 连此刻皇上还为他筹谋着 嘱咐他忽佑地心 拉拢成相府 而皇后娘娘便在这时召我入宫 他与我饮茶谈心 只一口 我便失去意识 再醒来 我躺在太医院的病房内 那个拥医笑的阴险 欲将我剖腹弯心 我抬腿踹上他腹部 用脚尖将匕首挑至手心 割破麻绳 那拥医连滚带爬走 被我支支支出的匕首 穿破心口 并在墙头 我不慌不忙地扯乱衣襟 装作被吓坏的模样 冲出房间 惊呼 救命啊 有人行刺 工人冲冲赶来 他们知我未来太子妃身份 连忙领着我去找裴鱼 我推开门时 裴鱼正在给皇上喂药 见到我 他手心颤抖 我立刻上前 夺过药碗 质问他是何药 年起药扎细袖 像似之前在成锦绣身上闻过的味道 大胆 你竟敢毒害皇上 被我戳穿 裴鱼暴怒 呵斥护卫将我处决 虽然我会些拳脚功夫 但也挡不住人多 没多久 便落了下风 眼看着寒光灵灵的大刀 朝我头上劈来 一阵破空之响传来 箭矢飞过 将大刀稳稳定在地上 我的皇妃你也敢动 裴景锐风尘仆仆现身 他脸上血迹未干 护甲破败得不成样子 三弟 你带刀进寝殿 是要谋害父皇吗 裴鱼跌坐在床 指着裴景锐鼻子叫骂 来人 将这反贼拿下 裴景锐如入无人之境 提到走到床前 父皇 而臣就驾来迟 随行的军医上前检验要扎 殿下 此要有毒 初时不会显现 但若日摄入 早晚会亏空身体 闻言 床榻上病入高荒的皇上 瞪大双眼 难以置信地瞧着裴鱼 嘴里啊呀叫着 说不出话来 裴鱼也不演了 笑着收紧掐在皇上脖子的手 正值盛年的帝王 在最心爱的儿子手中没了呼吸 裴鱼晃着手上的传位圣旨 三弟呀 没想到从前你都在藏桌 竟有如此本事 平定边境叛乱 自是当得护国大将军称号 可惜呀 你狼子野心 谋杀父皇 欲篡夺皇位 孤 欧布 朕断不能留你 他展开圣旨 正欲大告天下 我夺过弓箭 点火射出 将圣旨烧成灰烬 大胆 裴鱼怒不可遏 快将叛军拿下 禁卫军们很是犹豫 如今先皇驾崩 没有圣旨 他们不知道该听命于谁 还在犹豫什么 程锦绣抱着肚子 带着禁卫军走进来 先皇驾崩 自然是太子继位 更何况 帝兴化身在此 岂容他人抢占皇位 此言一出 不少将士立刻将刀剑对准我们 裴景锐 看来我们今天凶多吉少啊 绵绵 裴景锐有些沮丧 说好了 我得胜归来 就嫁给我 你怎么还叫我大明 我手持弓箭 将一个又一个效忠裴鱼的士兵射下 裴景锐挥舞长剑 迎着源源不断冲入的禁卫军砍下 随他而来的战士们 酒精沙场 伸手矫健 很快便站上风 可谁能想到 皇后和我爹 竟连手派了私兵增援 情况急转直下 我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 直到双眼被血模糊 直到手指被弓弦勒出森森白骨 直到双手已疲软到无法抬起 我终于脱力摔去 裴景锐眼急手快 将我搂入怀中 挡住了背后射来的一剑 鲜血迅速染红了衣巾 我心不住地抽痛 脸上冰凉一片 与他一同征战沙场的战士们围过来 护着我们撤退 裴景锐倒在我怀中 气息紊乱 抬起满是血污的手擦掉我的泪水 别哭了 嫁给我不开心就不嫁了 我心猛然抽痛 将他用力揽在怀里 生怕他会从我眼前消失 裴景锐 你敢死 我就嫁给裴鱼 裴景锐属实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他咬牙切齿地撑起身子 将剑拔出 大吼道 将士们 为了本皇子能取上皇妃 都给我拼了 此战胜了 加官进爵不在话下 若是败了 咱在地府再一同把酒言欢 话音刚落 将士们纷纷相响应 士气大增 我趁人不注意 持剑挟持成锦绣 各位 宝帝兴 还是太子 在禁卫军犹豫瞬间 战士们挥剑斩去 局势眨眼逆转 裴鱼被战士压跪在地上 他恶狠狠道 三弟 你师父杀兄 就不怕被世人戳几两骨吗 裴景锐不慎在意 谁会信我这种 只是风花雪月之人 能做出这事啊 再者 从古至今 历史都是圣者写的 我的名声 便不劳皇兄担忧了 裴鱼向我投来求助的眼神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 裴景锐直踹裴鱼面门 这种时候 还要看我皇妃 来人 挖去他双眼 见我抬手制止来人 裴鱼眼里闪过西记 我蹲下身子与他平视 一匕首扎进他胸口 手腕翻转 血肉模糊 裴鱼 上一世你 便是这般夺走我性命 他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倒在地上时 嘴角勾起自嘲的笑容 远还以为是个梦 没想到竟是真的 我是真的想娶你 对不起 是我活该 程锦绣被人压跪在地 疯癫似地怒吼道 凭什么你样样都比我好 凭什么大家都喜欢你 我那么努力 为什么却始终见不得光 我的目光落到他 愈加明显的小腹上 程锦绣 那时候我娘怀有身孕 也差不多是这样打 如果不是你 听见我提及往事 程锦绣连连摇头 不是我 不是我杀的他 是那个人 非要冒雨为你讨公道 是他自己务实毒药 他活该 他壮弱癫痫 又哭又笑 情绪激动 脚下流出刺目的红 地星 没了 裴景瑞登基那日 青天间夜观天象 地星高悬于苍穹 欲加光彩夺目 而程锦绣母女 连着我爹都被押入大牢 择日问斩 皇后削发为妮 从此倾一股佛 新皇 裴景瑞历经图治 百姓安居乐业 又是一年赏花宴 我与众贵女在园中赏花 一双手轻轻捂住我的眼睛 皇上这么悠闲吗 他难为情地清嗓 贵女们纷纷 投来八卦的目光 迅速散去 绵绵 见人都走光了 裴景瑞撒着 交坐在我旁边 你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我得胜归来 你什么时候才嫁我 前朝那些老顽固 天天催我丽皇后 你好人做到底 就帮帮我吧 我给他头上 狠狠敲了几脑瓜崩 你还好意思提 竟然装重伤吓唬我 我才不跟骗子成婚呢 裴景瑞急了 我不管我不管 你不嫁给我 这明日就不上早朝了 小翠没忍住 笑出声 被裴景瑞冷冷的眼刀 吓得直接跪在地上 好了 好了 少吓唬我的人 他被我训斥 沮丧地搭拉着头 即日 什么 他困惑地抬眼看来 我用指尖戳着他额头 眼唇笑道 笨 自然是成婚的即日 裴景瑞的脸 立刻如雨后天晴 将我打横抱起 快快 按计划布置 正今日娶妻 他一声令下 工人们扯下遮挡 入目镜是喜庆的大红色 好啊 你又算计我 我揪着他耳朵 裴景瑞满脸自豪 为了娶上皇后 十点手段又如何 全文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